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十八院讲话 第七章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最后一节 第四节 第四节只是列了一张图表 说明 几法一体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为内容前面也说过了 总结一下 往生正觉激发一体 这是建立在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个文面上的意义 众生以弥陀的正觉作为往生之因 弥陀以正觉之往生为正觉之果 以众生的往生为正觉之果 彼此依靠 这比一体了吗 你缺了我不行 我缺你不行 第二 身心功德 即伐一体 弥陀功德 入众生心 这是佛入我心 观念你所说的 诸佛如来是法界生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第二句就是念佛众生 舍去不舍 那就我入佛心 佛入我 我入佛 互相融合 第三是彼此三页 即发一体 这是善德大师所解释的 众生口称佛即闻之 众生生理佛即见之 众生心念佛即知之 所以闻见之 对称理念 那就是说 生佛感应道教的三页不离 若不胜者不取正觉 这一章内容蛮多的 那么总共四节 对每一章内容的了解 大家读完之后 学完之后 要再把组织图表 再看一下 组织图表 最好有条件 最好能够把它 你在复习的时候 能够记纳记在心中 比如在哪几节 因为我说过了 它为什么分成这几节 这个读书各有各的读法 当然心性上 总要和我们的信仰 修行 结合在一起 那从这个 知识的理解方面 也有它的方法 你比如说 如果这一章 我们来解释 你自己来解释的话 你会分为哪几节呢 你可能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会想一想 我怎么解释 一看 诶呦 实际上讲了这么好几节 这就会让我们的思维面会扩展 不然都非常的局限 所以首先可以想到说 我自己该怎么讲 现在我们学过一遍之后 你再来想 把它毙掉 输一关 这十八元讲话 我要怎么讲 比如这一句 若不胜者不去正觉 那我是怎么来理解 怎么讲 好 那么再打开 上二分的这几节 还可以再加吗 我估计加你可能是加不出来了 那可以减吗 一看 好像也不能减 那么这几节 它每一节的次第关系 怎么编排的 有什么意义 那每一节之内的 有几个大点 也都可以按照来想 如果我来讲这一大节 比如词二句之重要 那我应该从哪几方面来说明呢 这样你就慢慢就会理解 这是上人讲的他的思路 然后你自己呢 也就会扩展思路 你将来讲经说法 你也会编写讲义 这是一个学习的方法 那不然我们读完就完了 没有了 记吗 也不记得 说什么 就说这回往生吧 倒是能够把这句还是记住 还是对的 那么每一节当中 有数个大点 在每个大点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理理 每一个大点之内 有数个小点 每个小点当中 或许也引用了数段 经文法语 这样呢 你就把它的关系 就理得很清楚 本来我们是到这里 可以总结一下的 那现在时间不够 我们继续往前赶路 第八章 唯促武力诽谤政法 这是第十八院文句的最后两句话 我们仍然看组织图表 分为四节 第一节 先是说明武力办法的罪很重 来解释这个 虽然唯促武力诽谤政法 来解释什么是武力 什么是办法 他的罪业 那么第二节呢 是说校养父母 恭敬三宝 这是武力办法 是负面的 那校养父母 当然是孝顺的了 恭敬三宝 就是赞叹佛法的 信顺佛法 就是从正面来引导我们的 一个负面遮止的 第三节呢 是专门来辨别了 武力办法 维除和摄取 到底是除在外 还是要摄取的 这是从进土宗的教育方面 来详细的辨明 第四点呢 做总结 这维除啊 为什么要说维除 大义有四点 大概看起来呢 就有这四节 那第一节呢 说明武力办法的最重 也分成了七点 第一个先说明 这五无间业 所以造逆罪啊 办法罪是要渡了地狱的 那地狱啊 是无间地狱 那么所以无间的苦恼 所以无 就是来说明它有五种 那么第二呢 对于这个 所以武力啊 做个说明 小乘武力 那么接下来说了三福田 接下来说大乘武力 然后再下说呢 如果办法的话 他的罪业 再说办法之下 另外第七点呢 说办法和武力的罪业 轻重的比较 这主要是就 这个逆网的罪业 那说明他很重的遮止的意思 雷处武力 诽谱诽谤证法 这八个字啊 对第十八言来讲 也很重要 因为它背后呢 隐微的含义 一般人 不容易了解 它背后有隐微的含义 一般人不容易正确了解 所以这张内容 似乎比较广泛 不过呢 是把有关 维处武力诽谤证法的含义 以方方面面呢 解明恶二的编辑在一起 只要大家看一两遍呢 也能清楚了 武力这个确实 维处武力诽谤证法 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那么如果跟前面 二十个字来比较起来的话 二十八个字比较起来 其实这维处武力诽谤证法 它偏于俗地的内容 前面呢 一道若不胜者不去证诀 就讲往生就讲完了 是完整的 因为若不胜者不去证诀 都是每一个院的结尾的话 这已经完整了 那后面在俗地方面 还要补充说明的 那因为我们这样 弥陀发明救度的众生 是这样的恶劣 所以在俗地这一方面呢 遮止啊要求啊 它也是从一个最低的 来说明的 那要求比如说 大经的三读五额段 三读五额这一段 其实是维处武力诽谤证法的一个展开 但是所讲的往生就其他的内容 所以真俗二地都在圆满的包含 在这个第十八页当中的 那真地上是没有条件 决定往生的 那俗地上还是有所条件 有所要求 有所这个盼望 大家都能够改恶向善 那最彻底最基本最简单的 这个最低限度 那么遮止五额办法罪 所以它这里面的意义是很深的 下面上面都会讲 我们看第一节 五额办法罪重 第一大点 五无坚业 何为五额呢 就是五种逆罪 逆就是违反 叛逆的意思 简言五逆罪 也叫五无坚业 五种 无坚的罪业 一切罪当中至极最重罪 如果要犯的话 必然堕落阿B地狱的 阿B就是无坚 受无坚的苦恼 所谓叫做五无坚业 这五种 是无坚的罪业 这个无坚等会我们会解释 拿五种 什么叫五逆呢 就是五种逆罪 简称五逆罪 也叫做五无坚业 因为业是就因来讲的 你有什么样的因 自然显现什么样的果报 这五种逆罪 将来必定要承受阿B地狱 五种无坚的罪大痛苦 所以叫做五无坚业 业是讲的因 无坚是指他的将来的果报 从果 他果报的生重 来说明他这个业的业因 比如我们人要修善上天 那就说这个升天的业 其实升天是个果 业呢 这个无坚业 地狱业 世间最重的罪业 最大的痛苦 最长的刑法 就是五逆罢法 这种罪 大到连阿弥陀佛 都要特别以 围除两个字来强调 可见这种罪业之重 受业的苦 时间的长 是无法形容百千万一的 人在世间 所以我们要尽量 去恶行善 即使在恶劣环境当中 烦恼的夜袭之下造了罪业 也绝对不可以造 五逆办法的罪业 以免将来接受的果报 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尽量地改恶向善 那实在意志不了 至少这两种 你千万不能做 做了就不得了 这五种无坚是哪种呢 那除了这个 从造罪的形式 五种逆 他受的果报 有这种有五点 没有间隙 实行受苦去果和命 这五种无坚 《地藏经观众生业缘品》 第三这么说的 十五件 就堕落这个地狱 你分分秒秒 日夜受罪 以至于结束 没有时间的间歇 你说我受罪了 然后我休息一分钟 休息一段时间 根本就没有 那个痛苦是永恒的 是连相续的 不改变的 白天晚上 纷纷秒秒 这个大苦恼当中 第二呢 行物界 就是身体的形状 阿比地狱纵广 八万有群 非常大 一人也满 多人也满 无有间隙 就是你一个人在里边 你的身体也挤满整个大地狱 这个大地狱每个地方都是苦钉子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 这个房子比如说这么大 你一掉进来以后呢 这里面都是那个火啊 或者是钉啊 铁钉啊 或者是毒箭啊 那如果说呀 那么在那里放毒箭 我躲在拐上 不会躲掉了吗 它不行 你是整个身体 变满这个房间的 然后呢 每个地方都往下 下毒箭 或者是 有毒火 你看 每一个细孔 每一个血管 每一个细胞 都在受这种 空间上 受这个大的苦恼 那一个人 说地狱很大 那我一个人 一个人也是满的 这就是夜暴 因为你罪也太大了 那么多的人呢 多人他也是满的 多人满 不是说你占一半 我占一半 不是的 你也是全部变满 他也是全部变满 就像我们讲的 这个手机信号一样 每个信息都是变满的 他互相这样 还不干扰 第三 受苦无戒 就是各种的刑罚刑据 没有 一会儿这个那个 都是没有轮番上啊 没有一个 这个这个酷刑啊 没有说 中间能够 缺 剑术刀山 醉气插棒 炉堂倒火 反正就是 错了 锯了 磨了 烧了 煮了 受苦相连 没有断绝 第四叫 屈果无剑 虚果无剑就说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来历 哪怕是天上的天地 你现在福报响 你你堕落来了 言论还不看你面子 说啊 你前世 还是做天地的 那么 即使是 也给你幼待吧 没有幼待的 不问男女老幼 贵贱 天龙神鬼 罪行业感 西同受之 来了都一样 第五呢 命无剑 堕落此欲啊 从一开始 一直到百千万劫 一日一夜是万死万生 求一念见 站住不得 死了生生了死 死了生了 就是不断的 这个受大痛苦啊 他就死了 那死了好了吧 不是的 风一车 啪又活了 活了继续受大苦 又晕死了 再一次又活了 除非夜静 方得另外受生 一死连绵 故乘无剑 无剑业 就是这种无剑 上一讲 我们在这个时间 比如说工作 这个时间 二十四小时 一般情况 工作八个小时 睡眠八个小时 其他八个小时呢 弹性运作 一周还休息两天 跑到五无剑业 一周给你放假两天吗 给你睡觉啊 那都没有的 那你就极大的苦恼了 也没有时间给你吃饭 睡觉啊 还这样的挑东挑西 说床不好睡 到了阳王岚地方去 好睡的地方 你不好好睡 你跑这来 那么这种地狱的苦恼 哪种呢 所谓三白枪的比喻 曾经弟子寝室 弟子侍宗说 哎呀 不能跟你讲 我讲完之后 如果我讲出来 你能如理思维 在吐血 那叫闷闷 闷觉 闭地 那没办法 那讲吧 佛要讲 那好 那打个比喻 简单说明吧 早上中午晚上 各受一百只枪所刺 骨肉碎裂 如此痛苦 如等一味如何 弟子回答说 哎呀 那不行啊 仅仅是一枪所刺 那就已经是难以想象了 我们一枪所刺 我们是要被刺过吗 没有 没有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 一个针 或者说 一个紧记的刺 砸到这个手里边 或者砸脚底 哎呀 那就痛苦得很 走路也没法走 这个刺砸脚板底 你们尝过吗 有人尝过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山上玩 跑 这么长一个大体字 下扎进去了 痛苦得完 扎了不能动 那何况是一枪所刺呢 这时候世尊捡一个小石头 放在掌上 比如说 每日受三百只枪所刺的苦恼 譬如为这个小石头 地狱受的苦 那比喜马拉雅山还大 那就没法形容了 所以我们一个人 如果知道 有善恶报应 有丢道轮回 有地狱的刑法 那一定会从内心 深深的警惕 那一定会寻思仿道 一定会努力修行 以避免将来堕落 地狱受这个果报 三额道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所以上海大就说 累得脱离出苦海 云河安然不警惧 是不是 你还没有出苦海呢 怎么在那里悠悠晃晃呢 所以还有人在那里吃喝 卷了袖子 不知道他怎么能够 那妈咪吐佛 怎么这个人就胆大 未来寻思念 严重完了锅子 等着呢 等你掉下来 他在那里 他不了解 就是糊里糊涂的 当他了解来生做人 比往生极乐还困难 如果遇到迷途的救度法门 那么他就会很慎重的把握 不会轻易离开 尤其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 除非呢 他对这个法门 教理已经非常通达 又有些红法 这样他才会去看 其他法门的书 那不然的话呢 就会在这个法门当中 一门深入 以决定于往生 一件大事 避免堕落地狱的痛苦 所谓生死四大 无偿迅速 人生难得 那么呢 就能够认准这个法门 作为他的生命 把全部的生命啊 投入进去 像印光大尔所说的 唯一这句名号 作为自己的本命 原成 轮回啊 是这么的苦恼 人生又是如此的难得 净土又是如此的难遇 所以我们要用心在 这个念佛法门当中 如果真的相信 轮回这样的苦恼 轮回的大苦恼 其实只有投胎做人了 你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在三恶道当中 那是很难 在天上享乐 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三恶道当中 受苦都喘不过气来 也没有机会 天文正法来修学 那很少的 所以轮回这样的苦 而人生又这么难得 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了 所以王规伏目的比喻 下面来说明 那我们怎么不抓紧这个机会 这是我们千载万载 亿万载难得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可以解决 无量级轮回的大事 那你说南行道就免了 现在遇到净土法门 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 你不念佛 你真是没有智慧 这没有心肝 这就划不来了 能够听闻佛法的只有人道 人道是脱了一切苦恼的场所 和绝好的机缘 所以人的生命是很可贵的 把这样宝贵的生命拿来 打麻将 喝酒 游乐 称分 贪义五欲 然后诽谤 邪剑 不信因果 太可惜了 最大的浪费 说明说人力资源 最大的浪费就是人生的浪费 不来来追求佛法 追求解脱 这在佛菩萨来看 这个浪费明别也更大的了 因为到其他几个地方去轮回 你在那果报里面就没有那种因缘了 在人道当中 你还没有来追求佛法 这个浪费特别的大 就叫狭满人生难得 狭满就说 你有这样的闲暇 也有这样圆满的条件 丰厚的条件 可以来修学佛法 你再苦再累再恶 其实总比第三个道强多了 还是很悠闲的可以来学佛的 尤其像净土法门这么容易 这么舒胜 只要随嘴念佛 你看又光明保护你 又救度你 安慰你 给你喜乐 临终后来迎接你 到你净土成佛 这多么的好 查必经呢 有盲规伏目的比喻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盲规伏目 还有高山垂县 这都是讲人生难得的 高山垂县 大家知道吗 这一个比喻似的 就是一个线团 在山顶上放 往上抽 那线团叫我们 给大家滚下来了 然后呢 一个线团装在手上 那么线团往下直滚 他就着急着 想把这个线团抽上来 能抽上来吗 你越抽了 线团那个滚的就快 就跑了 即使这个抽车 抽得上来 人生还不容易 比这个还难 还有说呢 底下放一口针 在须面山顶 底下放一口针 然后你把线掉下来 穿到那个 滚到 穿那个针团 穿过去 这就是能容易啊 这是不可能 不可能的 几乎也还有可能 人生难得 比这还难 所以我们各位 给你碰着了 以下你也不能浪费啊 多三个道者如大地土 受生人界者如爪上之土 所以有句话说 思地狱苦发菩提心 就是说 一旦想到有地狱之苦 就要发起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 学佛修行之心 希望自己 及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 六亲眷属 所有众生离开地狱 离开三个道 离开六道轮回 这个地狱王菩萨的发心了 思地狱苦发菩提心 这个缺失上 想到那么多的苦人 你看谁是苦人 世界啊 满眼一看都是苦人 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个个都要下三个道 那堕落 已经堕落三个道的 就更痛苦了 那我们的父母 兄弟眷属 有很多 都在三个道当中 有的人听说 你家父母在三个道的 我家父母没在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祖先父母 就一定在三个道了 但是根据修行的法则 是难免的 那佛讲的话不会虚假 不是诅咒你 这是因果的法则必然的 那我们自己呢 累生累劫以来 也多在三个道当中 不过我们好了窗疤 忘了痛忘记了 这是极大苦恼 不管自己还是他人 所以这个三个道的苦恼 是苦恼无边 苦人太多了 那么想到地狱的苦恼众生 就要发起菩提心来救度众生 那以我们来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净土法门 最简单就是说 愿意这些众生都往生净土 那我自己呢 念佛先到净土去 这就是发菩提心了 简单讲就是发愿身心 专成弥陀这样的心就可以了 对于萨大师呢 也有首记 一切始终异地狱 发起增上往生心 誓愿不作三途业 人天乐报亦无心 护异地狱常时苦 不舍虚余万安乐 安乐佛国无为地 毕竟安身十世经 想到地狱 异苦思甜 想到地狱的苦 想到极乐的乐 当然这个如果展开讲的话 那就有得讲了 回去自己展开 自己想 然后找资料来看 地狱变相图等等 在这世间有个小小的苦恼 我们人是很脆弱的 比鸡蛋还要脆弱 太脆弱了 鸡蛋你还要敲他一下 才能打碎 有的人你不用敲 讲一句话 他马上 立即就碎掉了 心都碎掉了 太南无阿弥陀佛 人是太脆弱了 稍不留神 犯精神病 真是 我以为我们有个老乡 同乡 那聪明绝顶 北大 著名的博士生 研究软件程序的 搞了什么研究所 那就是父母为他感到光荣的 突然说 他犯精神病了 父母感到脸上都无光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科研成果 被他的合作同伴窃取了 想不通 这么脑子一转 一梗犯精神病了 还有的人稍微着急 一梗 老梗塞 心肌梗塞 人真是 太不禁折腾了 那么这样的苦恼 在世间 我们觉得大家很苦 憋闷 垂头散气 这都不好的词 我们想扬眉吐气 不就好了吗 但如果下三个道的苦 怎么可以想象 就这样一想起来 哎呀 还是往事极乐的好 抓紧这个法 抓紧学 多念佛 你苦 将来还够你苦呢 你不好好念佛 那够你苦了 哎呀 我们都靠六字名号过日子了 五吏罪呢 有小乘五吏 也叫三乘五吏 三乘教法的 和大乘五吏 小乘五吏有五种 一者杀父 二者杀母 三者杀阿罗汉 四者出佛身血 五者破和和僧 这五吏当中啊 前面两种是 伟逆世间的恩田 以父母 对我们大恩德 后面三种呢 是伟逆世间的福田 这三种是大的福田 阿罗汉圣人 佛那就不用说了 和和僧团也不用说 孝顺的人会转身天道 所以在人间啊 这孝顺是第一大善 我们三福当中第一条也说呢 第一条也是孝敬父母的 尤其是杀父杀母 必定堕落阿比地狱 所以一个人对父母不孝顺 恶言相向 我们虽然不一定会拿刀去杀 但心里边对父母很愤恨 很恨甚至怎么样 摔盆子摔碗 这个都是极不道德 甚至推长啊什么 这个都是非常不孝心 这个福报消得特别大 罪业也特别深 伟逆恩田 父母之恩是天伦人性 伟逆恩田就是违背人伦天性 这个事件来讲是罪大恶极 天地鬼神所不能容 所以杀生罪是一切罪当中 最严重的罪 那何况是杀了自己的 对自己恩德极重的父母 这个畜生都不如 特别的有罪 所以一定要受阿比地狱的苦恼 这是他自然的规律的 不如说谁诅咒的 因为这种人 他这个内心啊 可见多么的黑暗 多么的这个陡落 沉沦 根本就不懂的这些 最基本的善良的天性 都泯灭了 所以他这个业就特别重 白善孝为先嘛 那么三福孝顺父母 第一三是诸佛敬业正因 要成佛叫修着三种福 第一种是福德孝顺父母 如果都做不到 那其他都免谈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真的能做得到吗 如这个纯孝之子爱敬父母 我们其实要孝顺父母 像这个曾子啊 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啊 那我们是一条也做不到 两万四千孝也站不到你头上 两百四十亿孝子 可怕就站不到我们头顶上 人是很自私自利的 其实父母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啊 深重 稍微要跟我们的意见不合 内心就是称恨 现在啃老族 就怪自己的父母不如人 对他有很多不同意 那个意见大的呢 总是业报 当然好的也有 五逆有两种 一个三乘五逆 一者顾思杀父 顾思就是说他特意的 运用心思 这个称恨心起来 顾思杀母 顾思杀罗汉 四者是导剑破何何生 导剑就是颠导剑 写剑 五者恶心出佛身邪 起了这个恶的心念 想为什么呢 他想杀佛是不可能杀的 那么他就起这个恶心出佛身邪 前面两种被恩田 后面三种呢 为福田 所以称为逆 就是所谓的做事的动机 那有的是不是故意的 当然就不一样 比如说他盖房子 他把他父亲在下面借砖头呢 他在上面搞这个 掉下的东西砸了 不得了 那怎么办 这就是这个事故 那么恩田福田 恩田就知道 福田有三种 这三种福田 什么叫福田呢 就好像农民要耕田 才会有收获 静色这三种田 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 这个田你看 你下一粒种子进去 它会给你 成白上千的回报 这就是田 那我们在这三块 福田当中 剥下种子 也会给我们 百千万亿的回报 所以这个叫做福田 种福田 这哪三种福田呢 静田 恩田和悲田 有田 但没有力量耕耘 或者你有力量耕耘 但是没有田 都得不到福报 所以如果有这个三田 应该善价珍惜 好好的把握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做了 是修了福 要感谢对方 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田 农民就会感谢这个田地的 没有田地 种子很多 利息很多 那你没有庄稼收不到 没有田 那有田 没有种子 没有利器 没有土壤 没有肥料 也不行 所以如果我们来做事 比如说我们去 行善积德 布施 或者供养 其实我们还要感恩对方 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可以种福田 这是实在的话 世间人想买奖券 希望好运中奖 得福报 其实不如在这个三田里面 好好来修 那么这三田 对我们也不是远在天边 遥不可及的 就在我们身边 第一讲 敬田 佛法僧三宝 尊垂 供养 这是我们敬 敬是敬重的对象 这样能生福德 福为大福田 最圣福田 敬田 有一首记子说 有佛出世龙天玺 无僧说法 鬼神仇 因佛是大觉者 佛所说的法 是宇宙的光明 众生的眼目 佛法 那僧呢 僧是传持佛法 保持佛法 于不灭 所以佛法 僧合成三宝 这三宝 既然是宇宙的光明 众生的眼目 是不能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 宇宙就黑暗 众生就茫然 无所归 所以我们遵从 供养三宝 就有大的福田 就有很好的果报和收获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 也剔头出家了 也成为 僧宝当中的之一 我们居然可以 跟佛跟法 并列成为 三宝之一 看看我们这个 自己的德性像吗 所以真的很惭愧 另一方面 也觉得很光荣 另一方面 也觉得很惭愧 那怎么办 发心 发起心起来 要好好的 为佛 为法做事情 这才不愧于 僧宝的称呼 不是把头一剃 我是增宝了 忘了一做 你们供养我 那就要端坐受供 这就不是这样 无量寿经说 若有慈禁于佛 于佛者十位大善 天下久久 乃父有佛 当然现在我们 在寺院里面 礼拜佛像 听闻佛法 这些还是可以 修福报的 福报很大 那以我们净土宗来讲 愿圣弥陀净土 专称弥陀佛名 这样十方诸佛的福田 我们也都种到了 这句六字名号 你一念 拉姆阿弥陀佛 就好像那个撒种子 这样 十方诸佛 因为十方诸佛 都在互念 加持念佛的人 那等于我们在 十方诸佛面前 都结了这个善姻缘 也种了这个福田 这是非常殊胜的福田 最大最殊胜的福田 第二呢 讲恩田 就是父母师长 对我们有教育 养育教诲之恩 如果知恩感恩报恩 福德甚大 若万恩备恩逆恩 罪恶极重 父母之恩 水不能灭 火不能灭 养儿方知父母恩 天下父母对这句话 比深有同感 这是肯定这样的 父母想儿长江水一样 而想父母是树尾峰 就是父母念子 是非常的长远的 悠悠不断的 永恒的绵绵不断 像长江水一样 流淌着 这个做子女的想念父母 像树尾巴上的峰一样 树尾巴上的峰一多长 你挂牙盘没有了 树尾峰 这就是孩子想念父母 他为什么时候想 妈妈妈没钱了 就开始想了 像我以前在学校读书也是一样 哎呀一天多少玩 同学玩呢 到月底没钱了 想到了 一个月就想了 问下 不过呢 心是安定的 你别看啊 他是有家有父母的人 他如果没有父母 或者是只有义子 或者说他后面改嫁的 或者怎么样 那他不一样呢 是不是啊 他的话一个月半年想一回 放假了 我要回去了 半年师父都没这么想到 但是他心跟父母还是连在一起的 还是有心的 还是安心的 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 虽然好像念的佛并不是很多 我内心里边还是相通的 就是信用灵犀点通 他是这个 好像热线电话 常年是挂通的 并不定讲 但是是通的 他有安全感 他不一样 不过总之 子女想父母的是比较少 那我们家乡话说呢 父母念子长江水 子义父母扁淡肠 一个长江水 一个扁淡肠 也都长 扁淡肠 不就这么三五吃肠吗 又说 树欲静 而风不止 子欲仰而清不带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 树啊 想 停下来 但是风呢 却不停止 这个就是无常 风不停止 这个那里树就必须要摇动 不断地运动啊 也希望我们父母 白头发不要长 能安然能够让他静静地 不要摔老 那能行吗 无常的风不但吹 一吹眼泪掉下来了 头发色吹白了 脸皮吹皱了 这个后背吹坨了 一吹一吹 几吹几不吹 老了 死了 子欲仰而清不带 这个孩子从小不懂事 不知道孝顺 长大了 想恩养 这个父母对我有恩养 我想回报了 想孝养父母了 可是父母呢 已经不存在了 留了这个不孝的儿子在那里 哦哦哦哦 就在那里悲痛了 其实人呢 有时候就这样 父母死了 他想起来孝顺 如果父母还活着 救回来了呢 他又想了 你怎么活这么大年纪 他心意就这样了 不过这也是众生的无奈 没有办法 比如说这个人 老年人老了 那如果福德好 身体好 头脑清楚 那子女就很欢喜 那如果老了 身体又不好 头脑又不清楚了 得了这个 老年痴呆症 也不认识子女了 甚至疯疯癫癫的 还骂人 还尿床 然后白天睡不着 晚上睡不着 你照应他也不是 你不照应他也不是 你给他饭吃 他也骂你 你不给他饭 他也骂你 这样有啊 你端了饭 他把饭扔掉了 你这么说 他到邻居到 告你的状 到处说 说也说不明白 这时候 整个一家 上上下下都闹腾的 不知道怎么办 说哎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早点把他接走吧 接走 我们大家都解脱了 一不就救了一个人 把我们救了全家了 这种情况下 倒不能说他也多么的不孝顺 但是如果真正纯孝的人 他还也不会这样 就说我们还是烦恼比较重 有的时候呢 也是很无奈 那第三个悲铁 对贫穷悲苦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悲悯他 布施他 就能生长福德 看见一些乞丐 这些生毒疮 也所谓的弱势群体 这些随分随力 给一些布施 解决他的急救困难 会增长福报的 要感谢他 那我们说这个道理 为什么供养三宝 就能生长福田 这是不是你们出家人自己讲的 好让我们好供养你啊 那道理何在呢 那为什么 校养父母社长 就能够福田 为什么对贫穷悲苦的人 布施救助就有福田 我想这个道理 是很深的 但我们可以打比喻 也还是用种庄稼的比喻 比如这个庄稼 这个种子 那福田是要种在田里边 种田里边 它怎样才有很好的收获 第一个要顺天地阴阳 对不对 你如果这个 不顺这个阴阳的变化气候 你会有好的种子吗 你会有好的收成吗 那根本不可能 那么所谓的三宝 因为它随顺法性 三宝是真理 三宝就是法性 所以我们在三宝里边的 波种菩萨种子 那等于是随顺到天地 阴阳的大的 一种运行的规律 那你当然长得好 东西风调雨顺 日月清明 阴阳调和 那你子力饱满 丰收满满的 这不肯定是大福田吗 这是一个道理 那父母呢 父母是养育之恩 那等于是浇灌 浇水呀施肥呀 那当然也能长得好 有好的种子 对不对 那唯命父母呢 唯命父母等于是没有水浇灌 又没有肥料 那你不是死路一条吗 那唯命三宝 唯命三宝 那是天灾天杀 那更不要谈了 你一点收获都没有 砸得尽肝 倒陪倒贴 那么穷人怎么也能够 种到福田呢 穷人等于是免除 等于是 这个病虫自然灾害 等于把它拔掉了 专家如果有病虫害也不行啊 为什么 如果见到这个所谓悲田苦恼的人 它是一个社会现象 贫苦啊 悲苦的人 那你想 你看我们讲现实的 如果这个世界社会不安定 现在讲什么激素啊 超过0.4就是危险吧 社会叫一个安全系数一样 就是贫富悬出特别大 就会发生什么呢 就会发生社会的暴力事件 盗窃 抢劫 所谓贼匪 恒生 那你家自己家富裕就行啊 你住门很高 你家就能保得住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洲际贫穷的话 社会就好 那么大家都很好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贫穷人 能够布施他 这个很大的福报 因为整个社会的平衡 稳定 大家的幸福福乐 都是起到好的作用 这样福报不收在你身上来了吗 就好像房间里面搞卫生一样 就是你在办公桌下边 你屁股底下那一块 搞得干干净净就能干净了 那墙拐上那些脏的垃圾垃圾在里边 你不搞干净你能干净吗 那如果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了 你不也增加愉悦度 增加我们舒服 当然这是让大家这么理解了 未必说得那么贴切 那上在这里跟我们说 布施这个悲田 悲田怎么 比如我们有时候在火车站 碰到别人来要饭 那就看你发心了 你给上一点也行 不过实在来讲 有时候啊 我们的心会计较分别 因为如果同样一个火车站 我如果最近连续几天都去搭车的话 我们会发现 都是老是那么几个悲田 这样还是他 后来据说他已经楼房起了好高了 我想哎呀 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所以也有智慧一点 他这个职业就这样子 哎呀实在是 不过还是帮我们的心策动了 但是你不要这么想 你不要后悔 如果你拿出来 还是清静心 因为他当时的状态 比如说他这样子的 那样子的 那么让你心里边 他或身体有残疾啊 或怎么样 是发动了我们的悲悯之心 这个内心的佛性啊 这个善良的心性 被他发动起来 对我们本身的德性的增长 还是有好处的 你不过花了一块 三块五块二十块而已 那么二十块钱是买了自己 心里面的一个善根的增长 这是很好的 所以不要后悔 那么就是他有他的一个因缘 那么这个报应呢 就是所谓的阳报 阳扇 阴报和阴扇 那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说在这个捐款 有在超市柜台一个盒子 这个呢是可以的 有人放一块五块 他说我们去看到 可以给个十块五十块 甚至一百块 刚才阶级元不要太少了 我们看人家里面 我们看 经常是一毛的 两毛的 一块的 太小气了 给个五块十块是可以的吧 行扇呢有扇报 扇报有阳扇 阴扇之分 阳扇就是别人看得见的 大家要给你表扬出来了 阴扇是人家不知道的 阴扇 人家不知道的 那才 才好 像这个种子 埋在土里面 看不见 它才能够发芽 长得好 放在土的表面上 它也发了芽子 长不大 风一吹 或者虫子一叼就走了 所以这个扇要藏起来 像土盖上 不要让人家随便知道 那阴扇呢 阳扇得的报叫阳报 阴扇得的报叫阴报 阴报比阳报来得大 所以有的人做了扇事 他不知道隐藏 那个就亏了 好 我们这堂课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